很多人都在抱怨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混淆 大家都只懂得随波逐流 但是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提供给您不一样的声音与圣言师父对话 我是叶树珊 很高兴再次和您见面 首先我们就来介绍今天来参与讨论的特别来宾 要介绍的当然是我们的圣言师父 您好 叶小姐好 再来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讨论引法族的天空的几位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深远言田峰先生 田爸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好 再来介绍的是心理资商专家 也是作家游潜贵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在我们国内 其实他的这个娱乐还有这个 休闲事业经营的相当的大 但是他最喜欢人家介绍他们是终身义工 我们非常欢迎的就是江琪聪先生 还有江太太 议小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引法族的天空 那么在座除了师父之外呢 就是我们的田爸田仙 是符合引法族的侠义的经历 但是我想问一点就是 尤其您是演员 在我知道有不少的这个演艺圈的人 他也许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演戏 因为演戏是进去嘛 就演一辈子 但他当他从 尤其我们的这很多剧本主角都一定是这个年轻貌美英俊 当他年轻华逐渐老去 开始要尝试一些老淡的时候 刚开始心情上是不能够接受 那您还好啦 您一直都是所谓硬理之演员嘛 所以比较没有这样的困扰 但是当您第一次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您拿到一个剧本 说要你演一个老人的时候 那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我从18岁就演老头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有 这个我没有 不能说是假扮啊 当您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就是演自己或者演自己的年龄的时候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现在年纪大了 有时候演到的剧本这个故事啊 常常碰到跟我个人生活里头发生的故事 很类似的很多 你比方亲情的故事啊 什么故事 常常会让我感觉 哎呀 就是我的现实生活 发生过这种问题 这种情形有 那么你说这个关于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那您自己没有您周边的朋友呢 对啊 比方尤其女性 很多女演员啊 有的朋友啊 有的朋友她会想不开 对啊 其实演公主后来要演太后了 感觉就不对了 从年轻演的了 至少不用化妆嘛 这个就是在个人的观点来讲 就是说你干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做演员来讲的话 你是预备做一个表演艺术家 还是我做个明星 这分别很大 如果你的当初你爱的是表演艺术的话 那你演什么你都不会 有什么不开心的什么 这不可能的 那么有的是做明星的 比方说她的明星不红了 那很多大明星啊 老明星后来演 不但演配角 跑龙套都有啊 她为了生活她没办法 她要做 那么也有的 如果说你当初干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的思想观念上就是 我是喜爱这个表演艺术 那就对这个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在您的观察 就以台湾的这个演艺生态来说 给资深的老演员发挥的空间 或者就业的机会究竟多不多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很多老演员 有很多朋友啊 他不是想不开 我也不完全理解 因为一个故事发生啊 中外 你不管就是古今的戏曲来讲的话 他都是写的才子佳人 写这个老年人的这种故事的 故事啊不多 像这种提营这种故事太少了 那么你看就是古代的戏曲来讲的话 他也是这个才子佳人的故事多 西乡记如果改成一个老张生 或者是 所以说你要把这一点想开了 你年纪大了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从30岁啊 可以说我可以演到80岁 正派反派 那我这个工作的机会多得不得了 但是现在呢 60岁以下的角色 人家不考虑我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要演爷爷才行 是 以前年轻可以扮老 但是老就不能扮年轻 所以你要把这个想通了呢 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其实也这种妥协的心态 或者是面对现实的心态 既然如此就接受吧 这个不是妥协 这是事实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不服老 很多人不服老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感叹说 在我们的社会上 给老人的空间 营法族的空间太少 不管是就业的空间 发挥的空间 甚至它的影响力的空间 哪怕是在家里面 现在呢 这个老人的权威也越来越视为了 他开始要跟他的第三代 第二代做妥协 所以很多老年人就觉得说 我的地位在哪里 怎么都不被尊重 不晓得 师父您看到了 目前我们的社会的情形 真的我们的老年人都不被尊重吗 这倒不一定 这个对我出家人来讲的话 越老越是宝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人尊敬 没有人供养 我现在又老了 70岁了 现在我的弟子又来又多 这不全然是老的原因吧 还有其他的修为的原因吧 这个呢 当然 这个完全是靠年纪 也一老卖老 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越到年纪老的时候 子季所扳演的角色 又演又好 像刚才田先生所说的 这是一个 演员就是为了表演的 为了演演机 那我这样子一个人呢 我也是在演 把我这个和尚 把他演得好 年纪轻的时候 还不大像和尚 中年的时候有一点像 老的时候呢 又演又像个老和尚 又像个和尚 那么这样子呢 我想这个就是尽责任吧 至于说老了以后不须尊敬 我想这个是应该呢 要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须尊敬 人家不尊敬你 一定是你子季落伍了 或者是呢 子季啊 是人家的 变成人家的累最老 不是啊 人家的一个帮手了 所以在你的身上啊 不能够发出一些热能 或者是光能出来了 所以是呢 人家就觉得 你已经老了 你就退到后边去吧 其实被定 有的人呢 到了七十岁以后 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还是啊 非常受到社会大众的需要 这就是要人了 为什么社会大众需要的 这因为他们自己有贡献了 假如说 一般的人啊 对社会没什么贡献 没有特殊的贡献 至少对家人 或者对自己的朋友 自己相关的人啊 你有一份慈悲心 有一份关怀的心 这还是受人家喜欢的人 一个人呢 劳是劳叨 那这个人 大概是被不受人欢迎的 所以我常常奉劝一些老人家 我说啊 要少念儿孙 多念佛 有福啊 想福啊 这是要多赔福 那老福啊 你就在你自己的面前了 否则的话呢 自己就是没有福的 没有福的原因就是说 一个 你是变成一个被讨厌的人 比如说现在在江先生的 这个大虾国的公司里边呢 有那么多的老人 受他欢迎 为什么那些老人呢 他做得非常愉快 没有让这个江老板 感觉到痛苦 感觉到麻烦 那我们江先生就对他们很好 他们也过得很快乐 如果说是不断的要斗争他 要清算他 老师对老板呢 就是无理的要求 那这个江老板我相信 对这些老人也会头痛 对 他们很忠心 事前忠心 所以是呢 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 要自己承认自己年纪大了 但是呢 不要老师啊 念这个人 念那个人 最好是啊 念阿弥陀佛是最好的 所以这点要提供给 所有的引法著作的参考 不要只是怨天尤人 说别人不照顾我了 国家不照顾我 小孩不听我的话 其实刚才 我们师父特别说了 少念儿孙多念佛 有福享福 要多陪福 这个怎么陪福 怎么执福呢 其实要靠自己 我们从小呢 其实也被要求说 要自我要求 我想年纪大的时候 也是一样嘛 老小老小 老人跟小孩是一样 那小孩要学习 老人也该学习 也就是怎么样的返求诸己 真的来自我要求 自我来做到 但是呢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比较 更宽阔的一个观点来看 我们的社会 其实台湾或许还好 但是呢 可能现在整个高龄化的社会 一个走向 大家已经开始在为老年人规划一些 把他们预先设想到 他们的一些需求了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游钱贵可以谈一下 在你的观察当中 目前台湾社会 对老年社会的一个规划 比较欠缺的是什么 不管是硬体的设备 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个建设 老年人这三个字 我想先帮他做一个简单的定位 如果你把老年人 把它解释成是这种老头 糟老头 那大概老年人给人家的 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老年人你把它解释成是 有经验的 有智慧的 有阅历的 或者说丰富阅历的 我觉得他就是宝贝 所以我想关乎我们这个社会 对老年人的定位在哪里 但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欠缺的 因为我们常常把老年人 比较取向于我刚刚的第一个定位 比较像招老头 或者是过时的 对 没有用的 事实上不是 我们观念要扭转 事实上不是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 我记忆非常深刻 我很喜欢听我爸爸讲故事 那我就一直觉得 爸爸是一个那种经验很丰富的人 那尤其他那个时代 我都不了解 所以当他坐下来跟我 跟我谈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高兴 可以从他的那种口中 去了解 30年前 20年前 甚至于更长 因为我爸爸生活的时候 已经47岁了 所以他能够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大概已经快60岁了 这是阿公讲故 对对对对 但是那种感觉非常舒服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哑量 去迎接我们爸爸那个时代的智慧 他们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值得我们去学习 我要反过来说一个问题就是 像尤其是你自己会很有耐心的去听父亲 这样 但是不是每一个年轻的孩子都像你一样 甚至我们现在 我可能又要归出媒体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传播媒体里面 特别为老年人设计的节目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然后也把它局限在 那就是歌仔戏啦 地方戏曲啦 品剧啦 就是这些或者唱老歌 都是这些 其实老年人或者是影法族 他的兴趣很广很广的 我觉得我们太不为他们想了 我们现在只想去讨好一些 所谓的消费能力比较高的 所谓的终生代 或者是这个X世代 Y世代 那这一点 你的观察是怎么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更正 我想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 因为很多东西 我觉得如果要去求别人的话 不如求自己 尤其去回来到那个家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家 那个家里头 其实有我们自己的家人嘛 所以我觉得子女 还是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有没有可能是变成一个聆听者 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个时代欠缺什么东西 我就欠缺时间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 都在节省时间 比如说我们的电视 有洗碗机 洗衣机 电话 到现在的email 上网 你都知道 它其实整个概念 都在节省时间 但是你发现说 现在的因为这么多东西 在节省时间 反而更没时间 时间到哪里去 省下来时间 对对对 有没有好好运用 对对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时间找回来 老人家把时间找回来 或者说老人家 已经把时间空出来 我们这些年轻的一辈 有没有可能把时间找回来 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赚钱 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从 从日出然后做到日落 甚至做到三更半夜 然后你回来你发现说 你好像机器嘛 早上出门 晚上回来就是合眼 但是明天你还要出门啊 所以那个人其实很像机器人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如果说你们家人是这样子的话 你记得跟他收旅馆费 因为他只是回来睡觉嘛 如果说我们子女能够把这个时间 腾出来 我觉得我们才有机会做啦 要不然讲的都是空口白话 我们才有机会去听听老人家 我们也才有机会去让老人家去发书他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家一定要出来去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再来才会是社会 当然社会有很多东西当然是欠缺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 那有没有可能从类似像学校 因为学校反倒是比较人文的地方嘛 有没有可能去开一堂课 叫做爷爷说故事 奶奶说故事 以前有开过 但是我希望说那样的课 其实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开 爷爷好喜欢讲故事 奶奶也很喜欢讲故事 你有没有让我有机会 所以那个爷爷不一定是爷爷 他可能是老老师 他来学校教很多人生的课 我再告诉你 我以前是我们家的前面有一条河 反正他可以讲很多很多的故事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是整体的社会或整个国家 去思考这些问题 刚好我们江仙江台在国小也在做义工 不但是在器官捐责协会 在国小在很多的基金会协会 都有在做义工 这个概念您觉得怎么样 刚刚教授所讲的说 要从整个国家规划 我觉得那个好像是太大了 我们从我们本身做起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开放社区化 我们提供给社区所有的人来 参与我们学校的义工 就是 你们有没有老奶奶老爷爷 有啊有啊 他们也都来当义工来值班 来开放图书馆 把他们所学的 交给了学生 而且都是免费的啊 那我们就是学生来学也是免费的啊 我们就是学校放学以后4点20分 那有些家长5点多才下班嘛 那小朋友他会乱跑啊 那我们就开放图书馆 弄才艺班 让家长没有办法来接的同学 在那边写佳课 那个就是老奶奶 所以这爷爷奶奶有的时候 在这边也看到有些互动 是啊是啊 是 我们是觉得所有的工作 我们从我们本身做起 来影响其他的团体这样子 会比较好一点 对从社区里面就可以开始推动 大家都来动动脑筋 其实老年人也好 饮法族这个资源真的是不要放过 是 一方面好好的运用 在一方面他们自己在这个付出当中 也可以得到好快乐 您看到那些爷爷奶奶都很开心吧 是啊是啊 对 是 是那些孩子来陪他们玩 不是他来陪孩子玩 对 要这样子想啊 老年人来当义工的时候 就好像那些孩子来陪他 那个想法要倒过来想 你要找那些年轻人 跟你这个老不休的在这边玩的话 要要要花钱了啦 那些年轻人运用 我知道其实在各县市的社会局 有在做这个人理统筹的工作 就让一些老爷爷老奶奶 把他的所长传给下下代 然后这个所谓的隔代之间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么饮法族也开心 那么下一代也得到了很多的收获 我们刚才讨论很热烈 我想师父听了也很欢喜 因为大家对老年人的问题都很开心 也很关心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出路 是不是师父最后也给我们来一个总结 不敢当总结了 这两个方向思考 第一个年纪大的人 应该自己要有肚立自主 自己自作 不要依赖年轻的人 或者是依赖他人 可是不一定 有的人他真的有病 他真的老了 真的衰了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找出他自己应该走的路 或者是应该走的生活方式 他们真的不知道 那还是需要我们社会 以及我们的家庭的年轻的人 来协助他们 其实他们走出晚年的 愉快的光阴来 使生活来 但是如何的 使得一些老人 年纪大的人 就是在病之中 或者是身体 还是已经不是能动了 像这些人 还是能够过得非常充实 我想这个思考 还是非常需要的 那这个就是一方面 要加强这些年纪大的人 心理上面的健康 那身体不健康 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心理健康的话 他就是很快乐的 所以是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 他身体并不是不好 就心理不健康 对对对 那就是非常痛苦的事 如果是身体不健康 但是心理很正常 很开朗 那他过得还是很快乐 所以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双向的 老年人自己本身来讲 应该是怎么做 那么对老年人来说 我们年轻的人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家庭 如何的 来照顾这些老人 来鼓励这些老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我们希望 借由今天的讨论 我们也看到很多好的例子 希望鼓励更多的银法族 真的活出自己 先反求诸己 要把自己的第一步先跨出来 晓得自己要什么 能够发挥什么 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跨出第一步很重要 但是更要提醒 银法族周边的人 不管您的年纪多大 多为老年人想一想 他们的需求 这其中当然就包括 我们的很多的政策的拟定者 我们社会福利制度 应该还要更的有弹性 或者是更有创意 来让这些老年人 有更多发挥的机会 这样的我们从小到大 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 都能够活出自我 我想这个社会 一定就更祥和了 当然就可以做到 我们师父希望能够达到的 祥和社会进化人心 非常谢谢师父 也谢谢四位特别来宾 今天共同参与我们讨论 希望对我们所有的银法族朋友 还有所有的朋友 都能够有所帮助 今天不一样的声音 就进行到这 谢谢你的收看 再会 谢谢 千千为敌 一人胜之 未若自胜 为战终上 这个记者是说 若以一个人的力量 去战胜成千上万的敌人 当然是够勇猛的战将了 但是还不如战胜自己的烦恼心 来得有价值 这四句话是意味着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人的一生总是在于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家庭环境 做着适应及克服的努力 因此有人形容 人生如战场 勇者胜 而懦者败 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中 所遭遇的许多人 事物 都是战斗的对象 其实 自己的心念 往往不受自己的指挥 那才是最顽将的敌人 平常人很难不受环境的影响 矛盾 冲突 挣扎 经常发生 如何调伏烦恼 非常重要 发生在心外的事 比较好应付 发生在心中的事 则比较难处理 这需要做自我排遣 自我平衡的功夫 在观念和方法上都要努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